我就是都會在烏槍的地方 就配些 西茉茉園聯展是土城區公所 京城藝廊最新一檔的展覽 邀請國小教師邱秀薇和馬樹球老師 展現他們的書畫作品 他們兩位都是以 鑽力草型楷書畫創作為主 但同中求意 邱秀薇老師融入瓦當文概念構圖 馬樹球老師則是加入了 寫意花鳥繪畫 呈現出書畫同源的水墨趣味 提供這樣一個空間 給藝術家來做作品的展出 其實除了對藝術家是一種鼓勵之外 其實對公所的一個 辦公空間的一個 藝術的 藝術氣溫的營造也是蠻重要的 其實藉由老師不同的畫 不同作品的展出 也給公所的一個辦公的環境 提供不同樣的一個感受 兩位創作者都是教育最前線的老師 說起創作的想法 直說書法是中華文化核心中的核心 在書法裡不但有視覺藝術的點線 還有即白當黑的面 更是歷史文則思想表達的紀錄 我就畫了用卡通型的烏龜來畫 那麼這些很多烏龜 你就看他們嘴巴張得大大說 哇 好大喔 好大喔 那有一些就開始說 那我長大我也要被殺 好恐怖好恐怖喔 於是呢 他們就開始逃啊逃啊 所以像這些的話 都是甲骨紋裡面有的圖騰 那所以這件作品的來源 就是感謝這些動物朋友們 為我們提供了這樣子的 傳承文化的這樣子的一個媒介 那這一幅呢 是八連瓶 它是千字文 所以每一個字呢 你都必須要了解它的筆畫在哪裡 所以你的心必須要比較沉浸下來 那在寫的時候 你必須要比較專注一點 雖然看到的是千字 但是寫出來也許到 第幾個字錯的時候 你還是要再重新再寫過 所以呢 雖然是一千字 但是寫出來的時候 成就是一千 但是底下應該不止一千 細末墨園連展是一場索畫同園 用表意的線條文字 和進行的繪畫結合的展覽 呈現美好的藝術文化 也期望能將索畫傳承發揚廣大 中家新聞林立屋劉帆剛 土城報導